字幕主持人 梁英年 欢迎各位观众收看《周一长谈》 我是你们这一集的节目主持人梁英年 刚刚过去的九月份 不知道你在B省做了什么 不过九月份在这个世界来说 是一个叫做World Alzheimer Month 是亚之海蜜的世界日 在九月份的时候 原来BC省也有很多活动 是与亚之海蜜症有关的 而在BC省原来有一个协会 叫做Alzheimer Society of BC 就是BC省的亚之海蜜协会 我今天邀请来的嘉宾 是来自协会的Sheron和留营 欢迎你Sheron 你好Ronald 我知道你在亚之海蜜协会里 就是负责支援和教育的 特别是在华语的社区 很多人一听到 Alzheimer 是否即是老退化 和其他老退化症 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为什么我们会说Alzheimer 是否等于即是老退化呢 或者我可以简单去说一说 其实一般我们很多时候听到 老退化是一个概括性的学名 最主要就是说到病人 有四方面的一些病征 比如开始喪失这个记忆能力 和影响他们的思维 甚至判断能力 同时也会影响他们的语言的表达 和人的沟通 继续影响他们的个性 或者一些行为的表现 而Alzheimer 亚之海蜜事症 是老退化的病者里面 其实佔超过一半的病因 是因为亚之海蜜症 我认为老退化是一个大的包住 里面有Alzheimer 亚之海蜜症 佔了大概一半的症状 是 但刚才我们说的四种症状 很可能一般人 就算像我现在那样 你说没有记性 我经常说自己的记忆不好 做的事又忘记了 说的事又忘记了 那是否一般人也会有 还是跟年纪有关系 越来越老的时候 就会越来越多这些情况 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 老退化是一些老人病 年纪大了就是这样的 或者会开始没有记性 其实老退化 或者我们说到亚之海蜜症 有一些病征 我们可以去留意 比如如果你有老人家 或者甚至你是和老伴一起住 很多方面 其实除了记忆方面 你要留意一下他日常生活里面 有没有开始出现混乱 比如说他过往 他入厨几十年是很厉害的 但是现在可能煮少少东西 都可以混乱了大龙 又不知道熟还是未熟 这个变了给我们一些警号 会不会他开始有一些功能性的东西 开始减退 刚才我们说的记忆 日常生活的操作 他的思考 特别对一些抽象的思考 是比较困难去掌握的 比如一些接到银行的月结单 一些数字 甚至出去买东西 他开始对数字的东西难去掌控 在那个判断能力方面 譬如说他自己自住 突然间警钟响 他不畏意原来危险 要逃生 这个也会影响他个人人身安全 这个判断力会否影响到 夏天之前是否很热 他会穿一些很厚的衣服 到天气凉的时候 他会穿一些很薄的衣服 这算不算是一个判断力 是的 对这个天气如何配合什么衣着 甚至我们去什么宴会 应该如何穿衣服 这些判断能力也出现了问题 刚才我跟我们的观众介绍 刚刚过去的时候 有一个叫做世界的亚之海蜜月 也会听到不仅是月 整天都有 很多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会有一个世界性 特别说到亚之海蜜月 或者有些特别的活动 特别的主题 是去提醒大家这一件事的呢 刚才我们说到 一些脑功能失去 其实会影响 比如说影响安全 所以我们靠过这个关注月 很想全球每个地方的人 去关爱患了脑退化的病人 亦都去支持他们的家人 亦都大大宣传 希望公众能够对脑退化有一个正面的认识 你刚才提到这个正面的认识 我觉得在我们的节目里 我也想用小时间讲 大家听到脑退化 亚之海蜜症 你第一个的印象是什么呢 刚才你提过 你是老人病 第二就是 开始傻 华人很多时候会这样说 那是否真的会有一个负面的形状 我们现在在博士省 特别是加拿大 我们经常说 这些抑制是不能被人黏下去的 那是否这个亚之海蜜 也是其中一种呢 其实我们现在全国加拿大 我们推广这个脑退化有外社区 我们希望对这个病 有一个正面的认识 以至我们说 我们很多时候 刚才你说得很好 那个负面标签 我们觉得精神有问题 或者避开它 或者不想让人知道 我有什么问题 那就收起来 不去求助 我们希望透过去宣讲一下 什么是脑退化 其实除了刚才提到一些病征 以前我们就想 开始年纪大没有记性 把东西摆到乱了又滚不回 很多时候我们就不在意 其实原来这个脑功能的衰退 影响着我们 甚至那些老人家 它会开始社交抽离 或者其他的情况出现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病的时候 我们身为其中社区里面的一份子 能够遇到各方面的 无论迷失时间或者方向 我们可以提出援手帮助 或者能够协助他们 去搜寻一些可以支援他们的资料 刚才你提到 有很多这样的大头虾所说的 出门忘记戴锁匙 或者 为何找来找来找不回我的眼镜 刚才我明明是放下了在这里 这个自己会知道 那是否所有脑退化 有阿滋海默的人 都会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 是会有自觉的呢 你问这个问题 其实真的问得很好 有些人开始是 唯疑自己有一些事情 我们叫做年纪大了 好像没有以前那么聪明 但是有一些 还是很不能接受 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的 其实很靠家人 或者一些朋友 认识这个病 以至很正面地提出来讨论 甚至鼓励他们 和家庭医生来讨论这个问题 接受评估等等 那脑退化友善社区 其实就是全面推广 希望多些人 可以运用到本地的资源 去帮助这些病者 我们的协会 其实也就着世界卫生给我们一些指引 去我们在教育行目里面 特别帮助家人 应该可以如何在生活上 正面环境上支援病者 刚才我说到很多时候 不是一定到很大年纪 才开始有这个症状出现 可能有些未曾觉得很老 也有这个症状出现 最重要是要自己接受 开始有问题的时候 就是去寻求这个支援 刚才你所说的 你们的协会 都会有一些教育 不单止是给病者本身 也都给一些他的家人 那你可很简单地说一下 如何可以接触到这些服务 或者开始对自己有这个的认知 有没有这个问题呢 Ronald 你提出这件事 其实是很好的 因为好像你刚才所说 有很多人其实对老退化 当他是老人病 那么变成了其实我们这个的误解 是会影响我们不去求助的 第一就是其实数字给我们看见 这个老退化的病例是越来越增加 那么有很多人就因为这个的误解 不去求疹 而我们是举办很多教育项目 希望公众能够对老退化 有一个正面的形式 同时间我们有一对一的支援服务 比如他可以利用我们的老退化中文 热线打电话进来 那么我们有广东话和国语的服务 那么另外呢 我们有一些的家属照顾的支援小组 让家属能够一起大家去交流和学习 也都分享他们的经验 那么与此同时 我们有很多社区的伙伴 和我们一起去举行一些 譬如说Mind Emotion 安全和身心活动 让家属能够带着病者 一起来参加我们一些能够 身体运动和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 进行社交互动 就是这样的事情 刚才你说到这个脑退化 亚织海蜜症 是越来越多人会幻想 多成怎样呢 我们现在的社会进步 医学的不断进步 这种病的应该越来越形式得多 应该减少的 但是你说是会越来越多 是多成怎样 还有知不知道为什么呢 按照那个统计数字 告诉他 只是加拿大全国超过50万 50万患老退化 是 而BC省呢 就是会有三倍的数字 现在BC省大概有7万人 患上了亚织海蜜症 和相关的脑退化症 这个数字很重要 是的 刚才你说亚织海蜜症 是占了脑退化的一半 是 即是说你现在有7万多人 在BC省是有亚织海蜜症 即是有脑退化的人 十多万 而这个数字是会增长 一直增加上去 对于BC省来说 其实有大概7万多的脑退化病人 包括事症 但这个数字也是很大 也是很大数字 而差不多1万人 未到65岁 所以这个数字告诉我们 其实老退化不是老人病 为何会越来越多呢 当然了 这个病症 其实与年龄是有关的 大家都知道 现在人是越来越长寿 特别是我们在一些 我们叫做先进一点的国家 90岁 所以也会影响 直到2050年 超过几倍增加 那与此同时 我们刚才说过 老退化友善社区 为何我们一直推广这件事情 就是说 照顾的家人 其实他们真的很吃力 数据告诉我们 在BC省 超过八成的照顾者 他每个星期要付出 接近三十个小时的时间 来照顾家人 而他们同时 也是要上班 他们同时 又有家庭要照顾 你想想他们的压力 是很沉重 我现在说 如果家里面有一个人 是患上了脑退化症的 他的家人 有八成 刚才你所说 一个星期要付出 差不多三十个小时来照顾他 等于多了一份全职工 是的 这个负担是很重的 所以老退化友善社区 那么重要 如果多了你和我 和多一些其他人 去对这个病的认识 和这个病 如何影响患者的时候 我们和他们一起住在社区 随时都可以伸出援手 和协助他们得到政府 或者本地资源里面 能够提供的服务和帮助 其实对他们很大帮忙 但刚才你提到 我们一提到全球症 这个症状 患者都会一直增加 但有一个数字 在亚洲这个数字 比较多 是否亚洲人的脑子 更坏呢 我通常听到的时候 也很客气 是的 但我们大家都知道 全球的人口比例来说 亚洲是比较多一点 所以自然患病的数据 是比较高一点 而加拿大人长寿 所以在加拿大的数字 也是增加 就是刚才你所说的 因为和年龄有关 除了年龄有关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研究 可以告诉我们 做什么 吃什么 搞什么 是可以减少 华人的机会 又或者反过来 有什么会令华人的机会增加 暂时可以这么说 研究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 告诉我们 我们做什么 可以绝对预防到 不会有脑退化 但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模式 包括你的健康饮食 你的作息 运动 我相信这些 大家都很努力地去做 与此同时 其实保持一个社交互动 都很重要 大脑的健康 其实帮心血管的健康 在生活的模式 都很接近 不过有一件事 我们要正面 有一个正面的态度 去面对脑退化 年龄是一个主要因素 另外就是我们 很多人我们的重点 可以可能放在 到底我有没有患脑退化 其实保持生活质素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很多脑退化的病人 我们鼓励不是脑退化的病人 而是公众 如果你留意到自己 或者身边的人出现 刚才我们提到的病症 最好尽快 帮医生来一个沟通 或者需要不需要 转介看老年科的专科医生 因为早期发现有一个好处 可以用药物去帮他稳定 和放缓他的退化 而另外一个大的项目 就是非药物的治疗 就是你和我可以做的 在那个环境上面 那种的调控 去支持病者 仍然可以继续做他平日 喜欢做的事 或者鼓励他多一些社交互动 我们刚才提到的服务 其实也很想帮到家人 去协助病者 能够将他脑退化的衰退放缓 大家听完我们说话之后 就不要日日夜开始想着 哎呀死火了 我有这些症状 我会不会是有脑退化 那天天就在这里 弊弊弊弊弊弊 这个心态都已经不是 刚才你所说的 不要只专注在这个症状 刚才你已经提到很多 另外的方法去处理了 但是如果我真的很担心 我自己或者家庭里面 是有脑退化的问题 第一步应该做什么呢 第一步可以考虑 去打我们的脑退化 聪明异弦 跟我和我的同事聊聊天 就算有一些 你觉得很小的问题 但是放你的心 都可以打电话来聊一下 那我们也会将 可以下一步怎么做 或者你怎么可以 和医生有效的沟通 因为很多时候 有些人就觉得 和医生说了 没有记性 医生都好像 没有什么很大关注 那我们都会一步步 教大家可以怎么做 这个脑退化中文二线 希望大家多些来运用 是1833 674 5007 这个意见真的很好 就是说不好 第一步就是打电话 去约你的家庭医生 和你们谈一下 因为可能你和他说了 这些小小问题 不记得拿锁匙出街 很多人都会有的 未必是有脑退化的 但是如果是有的话 你们会比较清楚 问一些问题 他的答案 然后跟他说 你去见家庭医生的时候 应该问些什么问题 或者做些什么的测验 来证实是否有脑退化症 第一步不要加重 家庭医生的负担 又要多个人去排队去见他 先问一下你们 那个情况是怎样 刚才你说到 在医学上 都没有什么好的意见 可以绝对说是 可以了 你做了这件事 就不会有脑退化 不是等于我们现在戴口罩 就可以防止病毒入侵 脑退化不是这样的 没有那些实质的东西 是整个生活的态度 就算是有了这个症状 有很多东西可以帮助患者 刚才你也提到 医药上有药物 可以帮助減缓症状 或者退化的发展 亦都可以透过你和我 提供一些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帮助患者 希望可以过一些 跟他以往的生活 差不多而不懂的生活 但刚才你提到 那个家人 都需要有人帮我 可能你说到 家里面有一个患者的时候 八成人要付出三十个小时 对于家人受的压力和负担 你们又可以有什么 可以帮助他们 其实我们有两方面 我们教育 其实是很帮助家属 知道病情的发展 到底是可以 如何影响病者 譬如你生活上 你和他沟通 应该如何沟通 如果他出现了 一个行为上的问题 应该如何处理 所以我们有教育的讲座 是给公众认识脑退化 亦有给照顾者 另一方面 就是我们有家属的互助小组 这个是很有效 令到家属 一些情绪上舒缓 另外他们可以学到 生活上的提示 是很实用的 刚才你也提到 在那个 认识是否有脑退化 这个问题 你提了四个特征 其中的特征 我都觉得 其实家人都要了解 刚才你说 语言上的表达 开始有些问题出现 或者他对于一些抽象的 思维的东西 亦都有一些问题出现 你可否有一些实际的例子 或者你听过一些病人跟你说 你可以说一些例子出来 可以帮助到我们的观众 或者他能够留意一下 如果有这些事情出现的时候 他知道这是一个讯号 其实在大流行的时候 多了很多人打进来咨询 当然这个大流行 对你和我都很大影响 但是对脑退化的病人来说 就是更严重 很多时候去医生做评估的时候 医生都会问他一些问题 等医生知道 到底他对那个 词汇的流失 因为有时他们说一说话 就是那样 你帮我拿那样东西来 就是什么 就是那样 他说不出 他不记得一个字 或者对那些实体的物件 混乱了 有时我们说话 都会说到嘴唇 说不出那个人的名字 是的 我也会 但是一会说得出来 但是你发觉 妈妈越来越频密 说话就停止了 那个语言的表达 或者说不到自己想说的东西 你和他说的时候 你又不知道他能否接收到他说的东西 那语言的沟通是一样东西 另外也会留意到 他时间会混乱 有时对脑退化病者 他譬如去到这个黄昏打后的时间 他会很烦躁 情绪 一天可能是很多的波动 是波动 和他以前的性格可能很不同 以前他是很平和的 那现在可能很容易发脾气 那这些我们都要去注意 那甚至一些实际行 譬如刚才你说抽象的思想 可能他对一些去买东西 以前很厉害的 计算 人家找 我们说找少个银仔给他 Penny 他都计算出来 那现在他可能在抓索上面 找了钱 他呆了 站在那里 然后拿着便走了 因为他都不知道到底是有多少 那他这个判断能力又开始差了 另外就是他个性 很多以前的兴趣 可能现在就完全很冷漠 或者失了主动性去做 那这些都是给我们一些的 警号或者提示 他以往都很喜欢和别人说话 出街见人 那你发觉他为什么不想出街 也不想见人 以前很喜欢和别人聊天 现在也不想和别人聊天 这也是一些讯号 是家人可以留意到的 那刚才你也说过 他们说话的时候 就是那个 糟了 是什么 想起来想不到 而且频率出现这些问题 是越来越多 那家人和他沟通的时候 那个家人又会有什么方法 可以 那个沟通会更好一些呢 嗯 我们也有 这个是一个大题目 因为很多时候 因为沟通 不明白原来 病者是失去了这方面的功能 那家人也会犯怒 是的 再加上他没有记性 问你几十次 那我们很多时候 譬如我们会用一些实物 譬如向他 时间 问他时间的时候 可能会指着个标 让他知道 你和他在沟通什么 即是用旁边有些东西 协助 甚至用一些文字上的东西 帮助他 甚至我们 第一就是保持耐性 这是很难的 是的 问他的问题 给他时间 他去回应 因为对脑退化病人 他需要多些时间去思考 他接收了之后 他要去 我们叫 去理解 还有 再难些就是 他要表达出来 所以我们在沟通上 最好就是 简单 直接的一些 例如 举个例 你今早吃了什么 早餐 他真的 有时一下子 你不要说 问一个脑退化病人 可能我立刻都不懂得回应 你说你今早吃了麦片 还是吃了多士 他可能更容易回答你 这些都是一些小提示 我们在沟通上 我们可以帮一帮病者 他能够享受和你有一些互动 就不会害怕了 想来想去也想不到 他就觉得很沮丧 那是不是有点像 跟小孩的沟通 你这样的提问 也是很好 我们 当然 我们的对象 都是老有记 我正在说 未必说是七八十岁 但我们都给他一个尊重 不是他 小朋友真的可能 他有很多东西都未认知 但对老人家来说 他可能只是 一些记忆上出现问题 如果我们给他一些选择 让他选择 他即时回应到你 他又开心 你又开心 你这个点 我觉得是很好的 我们不是当他一个小孩 因为他是一个老有记 你也说了 尊重 这个部分仍然都要存在 很厉害 不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 那种沟通的方法 大家都要想一下 如何去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 但有些家人 刚才你说三十个小时 有些可能不止 三十多小时 我真的没有办法 就继续下去了 一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是否说政府 都可以有一些服务 可以帮助到这些家庭 又或者去到最后一步 我都不可以在家里照顾他 是否有一些地方 可以让他生活 所以其实我们的支援方面 就是一步步如何可以陪伴 以及去教育家属 可以譬如说在不同的阶段里面 譬如政府有什么服务 你可以如何联络政府的部门 如何跟他们沟通 如何获得你需要的服务 我们都会一步步很仔细地去帮家属 在家属 我们有华语的服务 同声同气 我们也比较明白 华裔文化家庭的情况 来提出一些帮助 所以这个华语社区的服务很重要 因为华人家庭可能在这个问题上 难于啟齿 或者刚才我们所说的标签化 不让人知道更好 就收起它 自己在这儿去应付 但应付到不行的时候 有一天就会爆发 是的 所以可以打电话给你们 政府是有一些支援的 而且是一个程序上一步一步 先做第一步不行 第二步第三步 最后政府也会有些服务可以提供给你们 好,不如再提多一次 如何找到Sharon 大家可以打电话 我们的脑退化中文二线 是1833 674 5007 每一年呢 其实在世界上都有一个 给大家一个的 要关注 我们的病毒 脑退化 亚织 海蜜症 究竟是一个什么问题 在加拿大 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会有越来越多的病例 出现 刚才跟着他所说 未来都不用三十年 那个数字 是会以三倍 这个数字来增加 很可能在你的家庭里面 会出现这些问题 或者你自己 都可能是其中一个的人 所以现在应该对这个问题 有更多的认识 就很多谢 能够有 BC省的阿兹海蜜协会 Alzheimer Society of BC Sharon 来跟大家 讲解了这么多有关这方面的知识 希望你可以 在这方面 帮到自己 帮到你的家人 有需要的时候 打电话去问Sharon 多谢你 谢谢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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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